你可以去講他落跑 當然我們也可以講 他深耕擴大服務 而且落跑這個講法 是王鴻威自己講的 我就講回歸 為什麼綠能 我不能 為什麼民進黨的縣市長 立委當選的縣市長 他們的議員就可以補選立委 為什麼國民黨就議員 就不能夠來補選立委 其實我很遺憾 今天我一直聽到國民黨的代表 一直講說為什麼綠能我不能 為什麼你可以我不能 我講一句不客氣的話 我們就已經趴在頭上了 我們現在就已經趴在地上了 就算我們有百班的不是 千萬班的不是 我們也得到教訓了 結果今天一個勝利者 不斷的就說 割喉割到斷 我們只不過是要保有 我們原來在地方的 一個立法委員的習慈 他要繼續下降跟進黨的縣市 這次我們也敗選了 結果今天看到一個勝利者 除了罵你是邪惡之外 他還說你看 我為什麼你能我不能 好吧 那你就盡量吧 民眾選民已經給我們教訓了 這個前葬我們要先親 如果說你一直講說 為什麼他可以 我們不行 那你就繼續 沒關係啊 那下次就換你 我就講不要雙鞭 雙鞭 你也可以耍悲情 後來 二來年中選會民眾要公道 我再給你30秒 好不好我來30秒 我基本上從頭到尾都是 這個勝利者一直不斷的在講話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我只講第一個 他不斷 我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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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我們算輸就算輸 我這個人真有風度 我說真的 算輸就算輸 我們就沒有 勝利者一直要來打 要來找他 我覺得也沒關係 但是選民會看嘛 選民有感覺 第二個他剛剛講很多說 這個時程怎麼樣 我問你 中選會今天做這個決定 請問他也是共識決 中選會不是說我主委說了算 他裡面也是各黨各派學者推薦出去的 中選會委員依照他獨立機關自己做的決定 他也沒有違反任何的法律規定時程 請問他有什麼錯 你今天你自己落跑 自豪不檢討 一下子怪民進黨 一下子怪中選會 我說實在話 不要不要說我常講選舉 勝敗兵家常識我也看多了 從過去媒體到我自己從政 但是選民那種反饋也很快 你不要覺得說我這一局我大贏 下一局就很贏 事實上很少這樣子 就是說選民從現在開始 一局規矩 我常講這一局結束之後 選民就開始另外計分了 所以我說沒關係 你現在繼續怪說 時辰的問題 你們現在不怪王鴻薇 背棄選民 現在怪中選會 我說真的 他一定要把王鴻薇捍衛 台灣的中間選民 坦白講是浮動的 是浮動的 大家心中有一把尺在 你真的酸贏 像說我們是邪惡力量 我也認得 我從來沒有看 我不能認 我看過多少 我看過多少的這個勝選感言 都是說即使選前選的競爭在激烈 選後一定說我們共同包容 我們共同團結 我們共同向前走 不是耶 我沒有聽過一個首都市長 這樣格局的勝選感言 是說我們戰勝了邪惡 你信不信這種人還可以連任 你信不信 那個未來是選民決定 民進黨加油一點 我只是說這樣的一個 其實很多人是看不下去的 來 臺灣之水為什麼在這兩年的時候 世界的先進的民主國家 一直覺得臺灣是一個印太地區 亞太地區的一個民主模範 是因為臺灣的民主一定要在進步 而在民主進步裡面 有一件很關鍵的事情 這就是國民黨現在正在犯的錯 誰說臺灣 只有你們綠的和藍的在決定 為什麼說剛剛講中間選運浮動這麼大 因為我們的很多的憲政很多的運作 可能在中間我們在匍匐前行 我們在慢慢學步 2014年沒有人注意到 所以你們拿黃國書 可是現在到了2020年 臺灣社會已經非常清楚的告訴你說 韓國瑜不能 這個是臺灣社會給的一個價值標準 那時候國民黨還在那邊扯 又找到2014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進步嗎 我們2020韓國瑜扯到這麼大的一個教訓 韓越藍玉 那是臺灣社會民主典範定的價值 當然現在也是一樣 當時2018年 賴清德做出了那樣一個典範 所以請辭之後辦完事情進交接 所以現在為什麼民進黨 現在內閣受到這麼大壓力 因為我們不斷有新的典範進去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像思維的那種講法 像王鴻圓那邊吃定了 反正基本盤就我大 我就要這樣子幹嘛 不然你是要怎麼 我告訴你 本來我認為這場選舉 大家不想投票 你們越像是 我給你保證 臺灣的民主化 珍惜臺灣民主 不是支持吳一龍 是教訓阿拔的國民黨 那我剛剛就講了 你們民進黨 認為吳一龍很強 我們也要推一個強的 我們要對這個選民做交代 那是一回事 可是你剛剛講法是阿拔 民主則民主政治 你每個人都有權利 你每個人都有權利 是不是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叫我們國民黨 不能夠推出議員 人出來選立委 但是我相信 今天我們要推出一個強的 我們不能講說 你民進黨你過期的時候 我們現在不是什麼 我們也有回到我們的難題 但是洪偉今天登記了之後 他第一時間他也出來跟選民道歉 道歉了 好我們畫個題 畫個題目 其實就是說點點滴滴 但是中山區補選其實比其他的另外兩個選舉 包括嘉義 其實應該都還蠻關鍵的 所以這個黨對黨之間的高度對決 應該是可以期待 我們來看這個四趴黨 接下來還有沒有後續力 民眾黨退群潮 柯令留人 全臺要開座談溝通 所以這個要回臺大的一個教授 現在還要努力的做政黨的事 柯文哲會不會變成一人政黨 有記者來問他 他就說上車上車 你們要定點定食餵食鯊魚 超過時間就不會了 他意思就是說他超過時間他不回答了 這是柯文哲的回應 那麼民眾黨在高雄是全軍覆沒的 有人就開槍說四黨部主委要下台了 民眾黨還有沒有下一步 刷架 基本上其實坦白講我已經不太想講柯文哲 他不只是在市長要畢業了 他的政治生命現在都已經預告他已經畢業了 有嗎 畢業掉了 他那麼努力 他那麼努力第一個 全台灣只有他跟宋楚瑜是一樣的 敗選之後黨主席不用請辭 所以他跟宋楚瑜是很像的 然後他現在手上是有那張門票 因為上市的時候達到百分之五 所以他一定會參選總統 但是我也預言他也會跟宋楚瑜一樣 不是宋楚瑜剛剛參選總統 宋楚瑜後來參選總統那幾次 就是基本上就在後面撐著 其實民眾黨已經結束了 柯文哲也結束了 你覺得已經結束了 當然結束了 第一個整個台北市 這次黃珊珊選得不錯 所以那個世席能夠成為黨團 你再仔細看 那是黃珊珊帶出來的 黃珊珊 一個零國城的 對是他們帶出來的 不是你柯文哲民眾黨 真正的實力 這有黃珊珊 因為黃珊珊的選票基礎比較大 你在新竹 他要去寄生新竹市都沒有機會了 新竹市只有兩席 這個兩席對不對 也不能成為黨團 然後你說要去擠去新竹市 你要記得高宏安出來謝票的時候 先謝謝郭董 再謝謝宣董 講到一段話之後才想到說 還有民眾黨柯文哲 所以你柯文哲想要去寄生新竹 也沒機會 所以民眾黨 你在台灣 你最後的立足基地 我們每次都建議你可以去苗栗 因為那個西瓜道 出公錦是你的好朋友 西瓜道是好朋友 所以柯文哲沒有了 至於柯文哲 其實慘白講 他回到台大之後 有個公務員資格 有公務員資格 因為他是國立的嘛 必須公務員資格 而新竹市 衛生局長 或新竹市有一些局處長 是可以用政務官任命 也可以用公務人員任命 柯文哲你如果真的還想 對政治有那麼興趣 回到新竹市 我跟你講 高宏也不會給你太多位置 但是新竹市長 也許還是你適合做的 新竹市的衛生局長 還是你適合做的一個位置 我覺得他們家 以他們家的習近 他應該會回去拿公務人員資格 對不對 一定先拿公務員資格 明年就可以退休 所以可以配 明年就可以退休 就終身奉了 對啊 月退 月退嘛 不要開玩笑 教授的月退奉不錯的 至少八九萬吧 目前沒有那麼高 如果沒 大學的我不知道 如果沒退 就可以去新竹市當衛生局長 不會啦 他會先拿到公務員 退休資格 大學的我不知道 如果沒退 就可以去新竹市當衛生局長 不會啦 他會先拿到公務員 退休資格 民眾黨現在怎麼辦 還有搞同嗎 當然還是會有 有一個市長 有一個市長 而且他不會馬上消失啦 不會 這次的選舉 你覺得他在總統大選當中 還能扮演什麼角色 國民黨現在這麼 選得這麼好 需要跟民進黨來合作了嗎 從臺北市的例子是不需要 甚至你從臺北市的例子來講 以蔣萬元的得票來講 某一個角度來看 黃珊珊反而是把總間選民給帶走 民進黨沒有拿到總間選民 對 那如果這個模式可以複製的話 如果國民黨是好友誼的話 哪怕民進黨是賴清德 只要中間選民可以被柯文哲帶走 我覺得對國民黨是 你覺得柯文哲可以帶走中間選民嗎 年輕選票是這樣在他那裡 年輕選票 你不要亂為沒有 至少年輕選 他真的很敢講 而且年輕人買單 對 35歲這個族群 蔡英文的2016跟2020有一個族群 就是35歲以下 那個時候很強 剛剛很奇怪 但是地方大選的時候 兩次的年輕族群都不見了 2018年輕票也沒有投民進黨 當然遠一動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 你意思是說柯文哲如果參選的話 真正受傷的還是民進黨 對民進黨 他的選票關係 跟民進黨是比較競爭的 不見得是跟國民黨 因為藍軍會歸隊 所以他記住藍軍會歸隊 而且國民黨沒有連接 因為國民黨本來就不靠這一塊 是